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有些人就是爱过一回之后 就永远不敢再爱了 我蛮喜欢一句话的 原谅对方就是原谅当时的自己 但是原谅跟放下谈何容易呢 我们今天要现场分享来宾的故事 要告诉你 其实有一些人真的不必期待天长地久 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艺人林采提 欢迎 耶 哈啰 大家好 好 欢迎采提 第二位是我们作家黄大米 欢迎 谢姨好 大家好 好 欢迎大米 好 我们的作家吴若全 欢迎 秦姨好 大家好 律师赖芳玉 欢迎 大家好 好 我们想先问一下采提 是 之前有看到你一直在谈离婚 那现在是已经确定离婚了 我们是已经签写一书 但我们还没去登记 我们还没就 还没约好一段时间 OK 所以其实还是婚姻状态 对不对 这个没有登记就不算 对对对 所以我还是已婚人士 还是已婚人士 法律上已婚人士 法律上已婚人士 一年半 一年半 对 会走到这一步 就是跟那个 轰动的新闻 检尸事件有关 轰动的一定是起 对那个是最大的爆点 对 但是其实那一件事 其实那一件事之后 一年半 一年半后我才跟她分居 对 其实当下对于那一件事 我其实是已经算是 觉得可以也原谅她 哇 已经很不容易了耶 是 你其实后来又努力了一年半 但我们回顾 对 没错 那时候 我觉得我那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都只是很生气 因为那时候你已经怀胎九个月 九个月 在最后最辛苦的时候 最后的时候 老公传出这种社会新闻 性侵案件 当天的情形是什么样 当天的情形是晚上的时候 然后她就突然 我想一下她就突然 警察就是好像一直找她 然后她就去警察局 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什么事 然后她也告诉我 她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然后去的时候 就是做笔录什么的 然后才打给我 然后告诉我 就是一无一失的 跟 我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对 然后去的 前一天她就是有去野典啦 所以那个时候 警察找她 我就有一点点预感 就觉得 感觉就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 那所以当天晚上 她就 是打电话给我 才知道这件事 她人在警察局 对 她一五一十跟你说话 她就讲实话吗 她就是讲过程啦 就是昨天去野典 然后怎么样 喝酒 然后遇到女生 对 的那一些过程 当下你听了已经快要 真的要疯掉了 当下的 要疯掉 很崩溃 就应该当下会吓到 觉得不敢相信 对 那种感觉很复杂 就是 因为那时候又快生了 对 然后又听到这件事情 当下一瞬间那一天晚上 会觉得 天啊 我的下半辈子 我的人上好像 下半辈子要毁了 就是我都好像有点把 我跟孩子怎么办 对 而且我就是很相信她 其实一直以来 就是感觉我都很把这个 就很信任在这个人身上 所以我就瞬间觉得 天崩地灭 那一天啦 但是我只有 那一天 就只有那一天 对 因为我后面就超正常 因为我就觉得 我要生啦 我就不敢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所以我就有点 想说我一定要好好地 冷静住 对 我要冷静住 然后 现在发生了 那只能想要怎么办 所以后面我就还很冷静地 跟她说那现在怎么办 那你要找律师吗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对 因为你觉得你就要镇定下来 因为小朋友不能受到影响 没错 所以后来那时候其实 我觉得那个场景很难想象 你自己这么痛苦 你要照顾你的宝贝 然后你还要安慰他 还要帮他找一些方法来处理 对 因为我就只能 我觉得后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突然变得这么理性 我以为我会 可能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 那个小孩的关系很大 你没有把他痛骂一顿 我没有耶 因为我已经太真的太不可 就是太惊讶了 我不敢相信会有这件事情发生 我完全没有痛骂他 嗯 对 有没有大吵 我没有大吵耶 嗯 对 完全没有大吵 就是有一点那种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我觉得以前的 我应该是一定会大吵 删个东西什么的 对啊 如果你只是在谈恋爱 可是后面 不知道为什么 在那时候那个状态 完全没有大吵 但是就是真的很难过 这在医学上要怎么解释 没有 后面 他默默的 你懂医学上 一来会觉得说 因为有怀孕 有一种母性 就是很勇敢的那种母性 在你的心中 已经做了很多这方面生命的努力嘛 对 那第二个其实说 从那个心理机制来说 对 其实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 是这样的 就是它跟情绪隔绝 因为它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去 面对跟处理那个事实 那我后来因为看那个新闻 发现那个财婷 好像很快就决定要 你讲是说原谅啦 可是我们比较从新年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 你选择了继续维持 那样的生活的样态 那其实跟原谅是两回事 虽然我们报章杂志讲的都是原谅 你做了选择 就是我要在这一刻 立刻改变现状 改变去别的地方生活 一个人生活 还是我继续在这个 目前的状态里面 其实都表示一个事情 就是说他想要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的小孩 就保护这件事情 对他来讲是意义特别深刻 所以你觉得这是你当时 选择原谅的理由吗 对 这是你们当时恩爱的时候 对 那时候我怀孕五个月吧 那时候五个月 他很甜蜜 五个月 对 完全想象不到 四个月后这个人彻底让你崩溃 想象不到 对 因为我们在一起也是算有一段时间 对 因为那时候很多网友在讨论你们的事情 对 网友议论纷纷 还有人说我们看到这个留言是说 我打赌一年内之内他们就会离婚 准备一千份鸡排请大家 你才看到觉得 你是不是为了争一口气 没有 因为那时候 我就是要赚到这一千份鸡排 那时候大家会 这样讨论就是我PO出我们登记结婚那一天 然后大家都不看好 可是因为我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非常的 那个叫什么就是 很有信心在这一段婚姻啊 对啊 然后我也因为他 就是我爸妈要知道我先有婚 也非常不能接受什么的 我也因为他跟我爸妈吵架什么 就是等于是我真的是 百分之两百信任这个人 跟这一段婚姻 所以后面其实突然就是发生这件事 我真的是整个 有点那种 怎么会这样 对 因为冲击更难 因为失去不只是爱情 是对人的信任 对 我问一下这个赖律师 你觉得女生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会忍痛然后选择原谅 我觉得有几个事情 当然我现在也觉得有个地方 律师就会讲说你的事实不明 什么叫事实不明 就是 请问你的老公跟你说的那个故事版本 是什么版本 也许他说出的一个 是一个被害者的版本 都说不定 对不对 那个一五一十的版本有问题 当然啦 因为 通常都会有辩解嘛 就是说 其实我可能是 真的完全不知道状况 我可能是被陷害的 有多了 多了 其实因为我们到了法庭 所有的被告都觉得他是被害者 真的 在性侵害案子里头 很多的被告认为他自己是被害者 性侵还觉得自己是被害者 因为他觉得是先人跳楼 或者他跟的是酒醉 他不知道什么状况 那天酒调的太好了 第三个是对方真的同意了 现在只是反悔了 你情我愿 这个被告的辩解之词 是非常多元的 所以当然我也知道 我想要知道 他先生的辩解之词 会是长什么样子 会让他觉得 他可能是一个没有错的一方 那连他都同情了 这是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是 他也知道他犯了错 就是说 你确实去到那个长河 跟另外一个女性 发生了性行为 我姑且不论他是不是性侵害 但是是一个婚外情 对 他肯定是吧 那这件事我原不原谅 所以呢 你知道我们在处理很多案子的时候 很多的太太都说原谅 对 那原谅理由 都是用一个圣母情结 摸着肚子牵着小孩 我原谅你 对 都是那种弥赛亚情结 就是一个救世主的情结 那那个救世主的情结 是指说 当大家都不看好 刚才采集给了一个资讯 对 都不看好他的时候 唯一只有我认清楚 这个人其实是值得信赖的 你知道这是圣母 绝对要做的事情 是唯一瞎了眼吧 没有他觉得说 圣母情结 圣母就是需要去 原谅这样的人 所以 普度众生 很多的女性都被 推到那个位置 就是你要当一个圣母 会被推到那个位置 当她是一个母亲的时候 她会更推到那个位置 那第二个呢 会被推到那个位置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是要宽以待人 所以原谅也是我们的美德 所以我在遇到很多的女性 她遇到了外遇事件的时候 往往最大的理由就是 为了孩子 我不能让孩子变单亲 第二个我应该要原谅她 这就是我的智慧 为什么女生会有圣母 这么高的一个 对我自我要求标准 男生会差这么多 我觉得是社会集体意识 你会不会觉得母亲很伟大 这个词 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嘛 母亲应该要伟大 为什么都要 什么事情都应该要牺牲 这是你当时的心情 因为我们这件事爆出来 就很多的记者新闻报道 舆论什么什么的 然后她也看起来非常的痛苦忧郁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心情很复杂 我觉得我是被 就是我是被伤害那个 可是我又看着她 也很痛苦 圣母光环就出来了 对然后那时候反而就是 我一直去 反而我去安慰她这件事情 对但其实我内心也是很痛苦 就是例如说一个人的时候 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对然后可是后来我还是决定 就是想要放下这件事情 可是那时候我决定要放下的时候 确实我就真的 没什么再去想这件事 因为后来小孩出生了 我们真的重心就 因为太忙了嘛 一开始照顾小孩已经累到 就是没办法睡饱 我已经就是好像把那件事情 就是比较放在比较远的位置 对可是后来这一年半 后来的一年半就慢慢地 有很多的事情让我觉得 她好像没有补偿或是觉得 我犯了这件事情 就是很忏悔的那一种态度的感觉 那会让我会有一点点不舒服 有时候 例如什么 所以圣母救赎不了她 是 就是我觉得她没有做到弥补的这一块 可是她都会说她有 她只是可能表现出来没有这样子 可是我就是觉得 没有啊 例如说她可以 例如说可能朋友之间讲到这件事 她都可以用很开玩笑的方式 讲这件事 讲这件事 那对于这个行为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而且我并不会放在心里 我会直接跟她沟通 我说你这样子 我会觉得很不舒服什么的 可是她就是可能 我讲了一次两次三次 她还是没有的做改进 对 是不是她太容易原谅她了 因为她不觉得 这伤口上撒盐欸 其实因为男人是个麻烦的动物 就是她做错事 可是她要有自尊 那我觉得采提有想要给她 某种程度的自尊 可是这个给自尊的方式 会变成 我们不提嘛 我们就装作没这回事 可是如果装作没这回事 她就做不到你期望中的原谅 因为其实女生希望的原谅 至少包括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说 你认错 你承诺你要悔改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 你要对我弥补啊 刚才不是一讲弥补吗 你要帮忙看小孩做家事啊 或者有钱的话 你要买什么物质 让我觉得说你有在弥补我嘛 那第三个我觉得是采提可以 可能是观察了一年多 就是说 其实女生会去看说 你有没有改变 对 对 改变 可是改变就是要看 我觉得双方应该要去协议一个 哪一方面的改变 就是你希望她 譬如说不去夜店 这可能是一个改变 譬如说 不要趁我不在的时候 一直躲在浴室玩手机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跟谁联络 那这是一种改变 可是如果没有把这个 期望说清楚 就是女方会觉得 你每一件事情都要改 可是男方会觉得 我不知道你要我改什么 所以 男生会觉得我已经改很久 对 男生会觉得已经改很久 所以就有这个误差 那我觉得两个人 就分开就算了 可是如果想要继续下去的话 这件事情要说清楚 所以不能轻轻放下 对不对 要给她有尊严 男人没有这么多的慧根 要一切讲清楚 真的是需要 当新人瓦解的时候 夫妻不再有亲密关系 该怎么办 好 当初一定是觉得碰到真爱 你刚刚提到说 你不惜为了她跟父母亲吵架 对 因为你说她是个让你非常放心的人 她之前做了什么让你这么放心 做了什么 因为之前我们在一起有 好像三年多四年吧 蛮久的耶 蛮久的 做什么非常放心吗 就是 其实我也是一个蛮没有安全感的人 可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 她就是不会跟任何女生有任何的 连聊天都不会有 对 然后 出去如果出门什么 就是她的我们的生活圈 她的朋友我都认识 就连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没 有小孩的时候 她去夜店 就算她要去夜店什么 也一定会带着我 而且也会希望带着我 如果我不去她也不想去 是这种程度 所以你这么没有安全感的人 是她做到弯弯真的让你很放心 对 而且以她的个性我会觉得不可能 可是结果这几年她真的做成这样子 她在这个报导里面 我看她有强调说 她说是你情我愿 你刚刚提到 不是什么检失性情 你觉得这个对你也讲有差吗 其实老实说没差 因为我们已经是这个状态 她还是伤害了我 我不管她今天是你情 今天是你情我愿 对我来讲可能一样很伤啊 代表 对 代表她爱上的那一个 对 不管两个我觉得都很伤 我们现在能搭局排好 你觉得你情我愿 有比较好一点 你举绿牌好不好 你觉得一样都很烂的举红牌 你应该听不好了 都很差啊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感觉就是都很差 所以其实有些被告的辩解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禽兽跟禽兽不如的差别 其实大家的舆论很不一样 这个法律上应该有意义 就是你情我愿比较轻 如果是强迫的应该就会重要 因为她那个检失叫趁机性侵 马上法治教育一下 就是说趁着这个女性 正在泥醉的状态下 发生了性行为 我们也称之为性侵害 就是叫趁机性侵害 对 那这是法律上的意义 对 那如果她其实 女性并没有泥醉 还清醒的时候 那就通奸醉嘛 就不一样 那时候这样的情况之后 你们两个虽然还是睡在一起 但是就没有亲密关系 到后面 对 对 就没有了真的 因为那个借地很大嘛 她有试图要改变吗 借地很大 然后后面又 因为真的那一年半很多事情 让我觉得没办法接受 就例如说可能 因为这件事情 那当然工作上 就一定会比较没办法 她就比较 还没有办法那么稳定 对 但是我觉得OK 可是我要看到她积极的态度 这是重点 她想要做什么 她甚至想要去一般打工 都OK 没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先 就是 先就是当家里的经济来源 可以 可是我就是 如果她连那个积极的态度 都没有的话 我就会觉得 天哪 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是犯了错 你应该 然后你又是男生 现在又有小孩 你应该要更积极 不是吗 然后她一开始 给我的理由是说 因为她还没走出来 因为她自己 关事业还没处理完 还在低潮 过不了那个坎 因为本来也是艺人嘛 那我接受这个理由 所以我觉得好 那我就慢慢给她时间 但是 我觉得太久了 这个时间点 而且她并没有 让我慢慢觉得到 她有在 慢慢地想要 变好 对不对 变好 她还是在拖那个时间 我就开始觉得 越来越累 我还是要帮男生 讲一下话 就是说男生 她的确是做错了事 她内在可能很软弱 是 可是她看不到 谁可以在背后 就是真正地挺她 你看她 她会介意你脸书上面 没有拍的照片 所以你知道男生的心理 会觉得说 你嘴巴说原谅你 其实你心里没有原谅我嘛 那她一旦觉得 你还是没有原谅她 她又有罪恶感 然后在你面前又觉得 我是被看清的 然后被大家贬义的 所以她就更没有支持的力量 去成就你的原谅 所以到最后就 就兵败如山 女生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呢 我是好厉害 我觉得完全就是她的 她的想法 没有没有没有 我现在是帮男生 就这一帮两 我没有说一定是对的 我如果列出原谅清单 比如说送我一间地宝 两辆保时捷 那对男生 男生而言会比较简单 对 因为你很清楚 列出那些比较简单 对 她讲的是比较高价位的 你可以列稍微评价一点的 甚至就是 每个月陪我去吃一次好吃的等等 就是说让她知道她到底 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因为有一百件事 那我也告诉你们 我就只能做三件 你也不要为难我 我们就列那三件 我们可以共同完成的事情 她也有跟她讲完清单 至少去好好找个工作 没有 她应该很客气我觉得 你是不是很客气 我有跟她讲 只是我都是用 真的是用讲 可是我讲不止一次 可是她可能就会觉得 你有很严肃 甚至有点发怒跟她讲 有 因为跟你说我讲一次 两次 三次用讲的 第四次可能我就会发怒个一次 可是她就是当下会知道 很认真 可是你跟她讲什么 就叫她去找工作 很严重 然后但是过几天 她又没有做这件事 又没有做了 是不是手段还是不够激励 没有内容是什么 我想知道你叫她做这个 对 我说你到底什么时候 我就直接跟她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去找工作 对 我就找工作 可是她会不会还没准备好 对 我有问她 对啊 可是我觉得没有准备好 可是你也不能拖那么久 因为你有小孩 但我补充一下若权老师讲的 我觉得她讲的很重要 就是当一个人没有看到 觉得她变好这件事情 被肯定的时候 她会失去动力 她觉得我做什么 你们都是放弃我的 你们都不相信我的 这跟青少年非常像 青少年她有时候 会被认为说是飞行少年 她说我功课考不好 可是我这次有多个两分 你说多两分 还不是二十九分而已 有举例啊 那像这种情形 孩子就说那我干脆不要念好了 因为我有努力 但是我的分数 并没有反映在我的成绩上 你们就觉得我都什么都没做 那我干脆就做给你们看 反正你觉得我招吗 我就招给你看 有时候孩子 青少年就会跟 你刚才讲她像小孩科技 倒是真的蛮像 有啦 那个若权老师 有谁会挺她 她的律师绝对挺她 没有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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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高中生的程度 大概是这个状况 所以她到底可以怎么做呢 要不断地给她支持 不断地给她鼓励 对 要不断给她鼓励 她也等她一年多啦 没有欸 我觉得青少年我想要说的是 每个人生要自己负责 不是她为她负责 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 她有没有原谅跟做多好 然后她的人生就如何 她的人生本来就是她要负责 我认为女性 要一直有一个想法 因为圣母情节 就是一个什么 救世主情节 我反而是希望她早点断掉 救世主的情节 只是说我们可以理解 她有这样的人生困境 就是你的先生有这样困境 但不代表你要为她的人生来负责 所以我觉得她如果她的婚姻 真的走到一个尽头 我也不需要为她负责 总是要画下一个停损点 为什么 她还有孩子要养 我不能养两个小孩 她还有孩子要养 这是我对女性的想法 好 我要问一下这个大名 因为其实女生有时候 会比较没有办法看清楚 那个现实面 除了这个救世主情节 跟这个理想性 想要救她这个之外 你的粉丝曾经有简讯过 问你 她要跟她男朋友去大陆 你后来给她一个蛮妙的回应 不是 她要跟她男朋友去大陆 然后她会觉得说 她们都要结婚了 然后她会觉得很犹豫 然后你一定会想说 那应该是恐婚 或者是要去异地 觉得好像内心有点紧张 那我就跟她说 其实你应该跟着去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很真诚地回答她一大篇之后 她才能够讲出那个关键的原因 她就会跟你说 其实因为在婚前 就是还没结婚之前 我抓过她有很多次去嫖妓 那我现在就会很犹豫 还要不要跟她这个婚姻往下走 要不要去结婚 这需要问吗 对 可是她还是很犹豫喔 而且你去发现就是说 当男生有这种外遇 或是嫖妓的时候 女生其实她会 不会轻易去告诉别人 发生这件事 还想帮她一点点 女生太爱救人了 想说真的 要辅导她一下 怎么会这样子 而且觉得家丑不可外扬 会觉得好像很丢脸 对 还会想捍卫她 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她其实有这样的习惯 就是一定要去外面欢乐一下 其实我觉得婚后 应该会更欢乐 对 有小孩之后 所以刚刚讲很好 其实她有她自己的路 但应该有一天 有一个人会解救她 或是她突然顿悟 但是应该不是在 落在你自己的身上 对 大家缘分可能没有那么深 那你决定要离开她之后 她有做积极改变或想挽回吗 她做了什么 就开始真的非常的 对 讲了很多话 我跟你说讲了很多 就是好像很忏悔 就是真的很忏悔 就说长篇大轮那种 很忏悔的话 然后各种 可能你需要什么 她都想要送来给你 贴心啊 以前会这样吗 完全不会 追你的时候会不会 完全不会 哇 以前是我对她 所以来到心高度 对 是走那种 我对她贴心路线的那种 对 她有点像是一个 被宠了小孩以前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你们刚才这样听完她的这一段 都会觉得说 她的情绪是堆积到那个崩溃的临界点 到最后她决定要离开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她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去累积自己面对 不能够原谅这件事情的勇气 因为这个事情 在她夜店那件事情 她就应该爆发 然后她就应该忏悔 你有没有发现是一年半 你要准备搬出去那个晚上 你们那一段 就是比较掏心掏肺的谈话 其实应该在一年半之前 先解决的 因为就是少了那一个对话 那这件事情 才会在一年半之后发生 所以你其实不是 把情绪累积到崩溃的临界点离开 你是后来做了所有的准备 你已经去面对那个 我不能原谅的事实 一年半后才有勇气说再见 她一年半后才真是说 她真的错得很大 对 又讲到那时候 因为有小孩 所以我觉得老师讲得很对 对 因为那时候有小孩 完全没有空间去 让我去发泄这个情绪 对 对 那她现在在讲这么多 对你有打动你吗 我决定离开的那个时候 是真的已经就对她 完全没办法被她任何打动 对 你之前那么容易心软 但已经 没有耶 因为后来那一年 她也没有讲很多打动我 就是我就已经决定 就是我搬出去不回头的时候 她讲什么我就已经 真的心里是有点 没有情绪的那种感觉 不要挑战圣母的底线 女人心死的时候是真的心死了 真的 我们先进广告 好 这个大名是这个职场专家 好 这在经浅屋听听看她的爱情故事 听说你交往过一个素食男 对 他吃素 对 他吃素 你看多么善良 就会觉得说 感觉上面就是你找到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连食物都这么有爱心 结果 但是呢 你就觉得发现说 她真的是 她在吃素的时候 那你要是一起吃吗 一开始不用 但是你知道 一开始不用 你看咬只要切死了 对 交往前的时候 都是她陪着我吃在婚食餐厅 然后她去买素食罐 可是我跟你讲 人呢 只要交往之后呢 就会开始变了样 就会开始尽情做自己 然后我开始在婚食餐厅吃饭的时候 她就会开始跟我说 这些鸡鸭鱼肉将来都会成为因果 都会有鲍鱼 然后呢 你会下机遇 然后我跟你说 如果将来我们结婚 那一天吃喜宴的 所有大家宾客吃的鸡鸭鱼肉 都以后都会来找你 都以后都会来找你 所以我们将来结婚 绝对要素食 然后我就觉得 哇 那如果我朋友想吃肉怎么办 他就说你要贵劝他们不可以 所以我那时候就为了他 几乎就是陪着他一起吃素 因为当他一个人 每天在跟你讲说 吃肉是 你也这么温柔就接受了 我其实如果 我只是说 前面会挑的比较严谨 后面之后我就会开始 有圣母的关系 越来越知道为什么你单身了 我就会开始觉得说 诶 那就吃个素啊 也好像也没差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啊 互相尊重就好了 为什么我一定要陪你吃 不是尊重啊 而是他每次看到你拿起那个肉 然后他就会开始告诉你 开始传道啊 那你也不想要每天 你感觉上都在宗教的圣殿 所以你就想说 好 那不然大家 就一起吃个素好了 当时是这样子的情况 但为爱吃素之后 你竟然不到一个月就分手了 对啊 对 受不了 受不了 对对对 就是因为就是不能够吃婚 所以只好分手 应该是这个理由 太想吃茶叶蛋 重点是他有另外一个人 对啦 因为其实当时候呢 其实我挑很久 我在上一段念情到这边的时候 大概中间隔了六年 然后你有这么严 很谨慎 对 很谨慎 我想说严选之后应该不会有 也是吃素这么有爱心的人 对 然后他又一直跟你发誓通过 他没有女朋友 那就真的没有女朋友 因为他有的是未婚妻 对哦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对啊 人家也是没有说谎 所以当你是小三 天啊 不要这样子哦 当我发现说 我居然是 小三的时候蛮荣耀的 我有点是 我不太能接受 所以我就跟他摊盘 我就跟他摊盘 我就跟他说 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 你跟我说清楚 他就说现在是要吵架吗 老羞老羞 今天是我生日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吵架 那我就觉得好 然后我就走出去 走出去之后 他就讲了几句话 让我真的觉得好震惊哦 第一他就跟我说 我们一人拿出一笔钱 来作为爱的基金 然后我就说 这么突然 对 他就说以后就共同花费 然后我那时候就感叹 我就说我真的是 为什么一起拿钱出来 我觉得一起拿钱可以 但是在这么快 刚刚交往没多久 我就开始谈钱 而且刚刚还 这个满点黑人问号的时候 没有解释清楚 就叫你拿钱 对 这是让我有点震惊 后来我就叫他必须 就是要怎么样做个选择 然后他就说 给他一点时间去处理 你还要让他选择 这是原谅吗 我不是原谅 而是我觉得说这时候 你这么爱吃素 我没有那么爱 因为我后来分手之后 立刻去买肉包 所以肉包好好吃 肉包 但是我没有那么爱吃素 可是我觉得 既然都已经交往 那你要去做出一个选择 我要就是一个单一的关 一个答案 对 我要一个单一的关系 那他就说他要去处理 那我就给他时间 那他那时候 我就问他你要几天 他说七天 可是其实 没有七天 七天 七天就是可以创造一个世界 对 其实七天是解决不了的 对 然后七天解决不了 可是两个人就吵很凶 他吵很凶的时候 我就觉得七天到了 我就跟你分手 所以我七天一到的时候 我就跟他分手 很正式 一之后就分手 那我觉得这个男生 也特别神奇 听说你们分手一个月之后 他就结婚了 对 然后对象不是那个未婚妻 对 不是 他到底有多帅 没有很帅 但是我跟妳讲 男生重要不是帅 是幽默跟嘴甜 幽默跟嘴甜 所以他很幽默 对 他很幽默 然后就是 你跟他在吵了这一个月 那这七天 他觉得情况不太对 可是他又在跟未婚妻 处理解除婚约的过程 所以我在想另外一边 也不太能够原谅他 那我这边又七天一到 就立刻决断了分手 所以他觉得 他可能评估过情势 两边都不太稳 对 所以呢 他就立刻 就是交往了我们同班同学 另外一个人 你的同班同学 对 我同班同学 他也是你同班同学 对 所以我们 我们的恋情轰动系上 好轰动喔 开玩笑 这是我的偉大的公妻子 那是独幽默 对啊 然后他就跟他 就转身跟他交往在一起 那另外一个怎么会同意他呢 不知道这种情形吗 因为我觉得那女孩子当时候 其实也是媒体圈 而且也是一个主播 然后当时候 只是没有 我认识吗 没有你有这么有知名度啦 你应该不认识 然后他那时候好像是29岁 然后那个女孩子有一点希望 就是在30岁以前嫁出去 而且他拿出一笔爱的基金 我不清楚耶 我不知道到底 我不知道他们交往的情况 但是我们当中 我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人 我是可以光看脸书 我都可以抓猴的 就是我不用爬山去抓猴 就是在光看脸书就可以 那他本来他是要跟我说 我们那时候就是感情不稳定的时候 他就会跟我说我跟你是认真的 所以呢 端午节的时候 我就带你回去见父母 代表我很认真嘛 那可是我后来跟他分手 我就看到这一个女主播 他的脸书就沿路打卡 从台北到男生高雄这样子打卡 我就觉得这女孩子怎么可能 会下高雄去 我就觉得这一切都不对劲 你马上联想到 对 然后呢 我其实文笔还不错嘛 所以我MSN上面就写 端午见父母 离貓换太子 真的耶 好有梗喔 对啊 然后之后那个男生很猛喔 他带着他下去见他父母 然后隔天玄机 端午节隔天 立刻来我们办公室送一些水果 还有送花 因为他其实还是 对给我 还想挽回我 然后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太错愕 我那时候就跟你一样 我不知道我能相信谁 因为他是我同学 对 然后居然会干出这种事 所以当时是有受伤的 那他那个女朋友 现在太太知道吗 他当时不知道 可是后来呢 我觉得这个女生 其实我也后来是 还蛮敬佩这个情敌的 我觉得我单身是有原因的 我没有人家坚毅 因为当时所有的同班同学 都告诉他说 你知道他跟大米在一起 他又有未婚期 然后他现在又跟你 你为什么还要再跟这个人在一起 当时他很坚毅 他就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坚毅是这样形容的 对啊 持迹不悟 没有啊 他当时有一种心理是说 你看他到时候选择的是我 圣母有成就感 圣母只有我看得到他的好 你们这些有什么问题 没有啊 他看不到啊 现在后来他们就真的结婚 他们就结婚啦 然后那个结婚 其实对我而言是打击大 只是说 因为我现在过得还不错 这些我都能够笑笑看 然后当时打击很大嘛 因为他立刻结婚 然后你就会觉得 掉手机换手机都没有你款 然后 听说那个女生还写信 对啊 骂你 那女生就一直都很沉默 就是一直告诉别人说 他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但是呢 当他成为就是正牌太太后 气势就不一样 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全班 全班 对 给全班 然后骂我说 他老公呢 就是呢 照顾他生病的爸爸 在这一个月以来 是一个多好的人 然后呢 背负了这么多 大家对他的误会 都是我这个 三八鬼啊 然后就是乱讲他老公这样 然后他们南部人 本来就喜欢送人家花 跟送人家水果 他根本就没有爱你 什么之类的 然后 因为你知道我收到信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新闻部 然后我还要改一大堆稿子 然后我真的是一边流泪 一边在看稿子 然后全班大家就打电话跟我说 你不要冲碰 你不要冲动 你不要乱回信 因为等于是在看戏了嘛 对 就要看我要怎么样嘛 如果我能够消脖也骂他 就更好看 对 但我没有 我就回信说 你老公最爱你 祝你们百年好 好 哇 原班应该出席率很高 很少研究所 有这么多热闹的头条 常常在发生 我觉得大家学会 找得超超级值得的 不用出去看电影 真的不用啊 但是我告诉你 这时候后来我发现人世间是有报应的 蛤 对 因为呢 他们三年之后呢 就离婚了 已经离了 所以 这样才合理 对 然后其实我蛮开心 我第一次感觉 他们也都是吃素嘛 我蛮开心 对 爱的就是吃素 女生从此为了她很认真的吃素耶 每一天 女生好爱她喔 然后还陪着她从台北搬到南部 哇 然后我觉得她是真的爱她 可是他们后来三年后的离婚 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叫做 你过得不好 我会开心 对 好真实喔 对 我当时就是还蛮开心的 就觉得老天有眼 好 有时候爱情要选一个 让你觉得很幽默风趣 还是让你选一个 你觉得有点好善好水 好无聊的人 谁可以走得比较久 那马上回来 好 其实在这个吃素之前 也是常常都吃婚的 那你之前已经过一个男生 恋爱谈了六年 对啊 但是你觉得他是一个蛮无聊的人 那怎么可以走六年 应该是说 当时有一个时空背景 就是我跟我第一任男友的时候 其实我们常常吵架 那常常吵架的时候 我已经疲惫了 那这个第二任的男友 他其实 无聊就吵不起来 对 他追我追很久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那么爱得那么浓烈的感觉 其实但相处不下去会很痛苦 那他好像那么有诚意一直在追你 那你就想说试试看好了 所以你就跟他交往 但我跟他交往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是真的对我非常好 只是你跟他之间心灵上 好像没有办法交流 比如说我写的文案 他可能就会认为 大概就是 你在写的是文字的文案 但他会认为你在写 299下杀99 哈哈哈哈 那不好意思 完全心灵没有那种 没有办法 就是你跟他讨论一些 心灵层面的东西的时候 你突然就会看到我 那个红海就化胎了 OK 对 狸猫换太子要说 最近你在研究这个古文学 对 所以我跟他在心灵上面 是没有办法沟通 但是他很照顾我 他对我非常好 怎么样的非常好 我觉得可以跟他谈恋爱的女生 都是这辈子有福气的人 他就是那种 你跟他去吃路边摊 他会帮你把筷子弄好 他怕你受伤 然后呢 比如说你出去逛街 那因为那时候大学 刚毕业没多久 你250块的法沾 你会犹豫 然后你多看了两眼 他就会回头跑去买下来给你 然后他会做到怎么样的程度 就是当他不能陪伴你的时候 他就用金钱弥补你 因为我跟我 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对 这是国民礼仪须知第一课 好啊 政府要倡导 就是说 比如说我跟我的姐妹们 要去新加坡玩 那他因为有工作 所以他没办法去 他就会把那个旅费都付掉 然后外加给你钱 就说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办法陪你去 那你玩得开心 那他真的很照顾你耶 很爱你耶 超级照顾啊 所以我就会跟他说 我刚刚一开始就说 任何女生可以跟他交往 都是上辈子寄来的福气啊 他曾经跟你说过一句 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话 对啊 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 跟我说 其实你第一爱的是工作 第二爱的是你自己 第三爱的才是我 那当时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很寂寞的 但是我觉得虽然我自己在心灵上 没有办法跟他交流 但是由于我是一个蛮情绪化的人嘛 对 然后我觉得他有一个方法可以制住我 当有一方面在气笑的时候 有情绪的时候 他不会随之起舞 他也不会回嘴 他只会看着你在发疯 在讲气话的时候 他只会跟你讲一句说 你要不要想一下 你现在在说什么 以及做什么 好适合结婚耶 我马上立刻抗荡 我立刻抗荡 会觉得对啊 我刚刚在讲什么 然后 所以我们跟他 我跟他交往六年 我们超过的价 应该没有超过三次 对 六年不到三次 不到三次 因为他对我太好了 你知道肖伯也是会感恩的 你也是会感激的 我很感激 我对他很好 其实我也对他很好 问一下若群老师 你觉得那个男生 跟他讲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因为两个人的个性 听起来是有一点 男员北侧的不同 可是他们都用自己 可以做到的方式去对他 对对方好 那至于这个对方好的珍惜 能不能珍惜成为婚姻 其实他就是另当别论 也许在感情交往的状态之下 也许这一种好就够了 可是你要再往前 迈向一步 要再经营更多年的时候 会觉得有一点不够 对不对 会觉得这个 让我看办 或送一个布娃娃 好像还不够 他需要一些更多的交流 更多的彼此的结合 连结的点 我觉得你可能是一个 很聪明的女孩子 就是你慢慢判断出这些 你有看到我的脑吗 就这些连结点不够的时候 我觉得你也是会收手 其实当时候我们分手 不是因为我想收手 因为其实你也习惯他对你的好 那你也对他很好 但是最主要就是当时 他后来喜欢上别人 对但是喜欢 为什么 他看见起来对你是很忠心的啊 对啊 可是问题是 人会变嘛 那我一开始觉得不太对劲 是发现说 他骑摩托车来 载我的那个安全帽 如果头这么大 怎么那个帽袋 开始变紧了 变紧了 变紧了对不对 女生就会觉得不太对 椅子的高度不太对 对对对对 对方是不是腿比较长 对 就是不对劲 你这样把男生都交换以后 每个男生把后面安全帽 都会把它解开 对 解到一个女生 后面生活里 你须知病了 对啊 用过之后要归后 一切要恢复原状 对不然会被抓到 然后你就会觉得不太对劲 然后你觉得不太对劲的时候 后来他就会常常 手机失联啊 找不到人嘛 然后你打电话给他们家 家人的时候 家人就会跟你说 男生就是为了工作而努力 你为什么要移生移轨 然后你觉得一切都不对劲 那当你觉得一切都不对劲 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的时候 你只能够靠你自己 你人生的贵人就是你自己 所以呢我就去他们家公司楼下等 哇 他就失联了是不是 这比送蛋糕还要厉害 对啊 你看我也是 抓猴专家 真的真的 从脸书抓到实际 我就去他们公司楼下等啊 结果就看到他就是 骑摩托车载另外一个女生回来 那我 我看到他们载他 然后他再另外一个女生回来的时候 我立刻叫他的名字 嗯 然后叫他的名字 他有回头 然后那女生反应更快 立刻一溜烟冲到楼上去 哇 所以那女孩子是知道我的存在 知道你的存在 对 然后就变了他的反应是 当下他的反应 他有点震惊 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在这里 然后我就说他是谁 然后我就说我要上去办公室 他就说不行 那我就说那你们是什么关系 然后他就没有讲话 没有讲话之后就沉默很久 他就跟我说 我跟你之间是不会结婚的了 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就跟我说 对 因为你没有像以前长得这么可爱 对 对 What 他这样回答 对啊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 叉叉叉 哈哈哈哈 不是辣叉叉叉 不是辣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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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你现在送我回家 我知道一切够了 然后他送我回到我家门口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你看在我这六年来都对你这么好 你就算去大陆工作我也都没有走 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喜欢他 然后他这时候就跟我说 对 他有喜欢他 然后我就说好 那我们就到今天 然后从此大家就不用再联络 然后我就甩门走进去 但是那一个晚上是很煎熬的 因为你再怎么样 你跟他交往六年 对啊 对啊 然后之后你就突然 我第一次体重来到四十二公斤 我现在都没有办法 然后再失恋一次好了 对 当时是真的蛮痛苦 所以那个晚上之后就没有见面 没有见面 然后他有写过Email来 就是写一些笑话什么之类 但是你知道 我跟采提有点不一样 我就是那一种 没有办法原谅 你让 我觉得没有信任没有未来 所以我就立刻回信跟他说 你不要再打扰我了 然后我们从此就没有联络 哇 六年这样就花下去点 对啊 可是 当时会觉得很久 可是因为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所以我就会觉得 其实也不过就还好嘛 就六年嘛 人生很长 那理由是假的吧 没有 他后来就 随便找我理由 他真的后来有跟那一个女孩子结婚 就跟那一位就结婚了 对 就是每一个跟我分手后的男生 都会找到真 就是那女人 他们学会的长大 他就真的就跟他结婚啊 然后现在也过得幸福快乐 所以以后都要跟你试一次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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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错喔 就是帮助别人 我觉得你其实也是很坚毅的女生啊 对不对 你就这样一人绝人就放下 不容易耶 我没有信任 我每天在跟你在那边周休二日忙抓红吗 我疯了吗 就是没有信任 没有未来是我很坚持的 而且我不想要提心吊胆过日子 因为我很喜欢把男生放生 就是你有你的空间 我有的空间 但是我觉得当我已经必须怀疑你 怀疑到说我去拿手机干嘛 做监看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 那当下的我自己是不堪的 所以我不想要让我自己变那样的人 对 人生还很长喔 我问一下两位专家 你们怎么看好 面对这种可能是 不再适合自己的爱情 要怎么好好说再见 是 我觉得能够说再见 一定要先跟自己说再见 就是说 曾经的那一段 那一段关系 譬如说他那一段关系叫依赖 譬如说采提的那一段关系叫做 因为有孩子我不能改变 那你要跟那一段的自己说再见 你好好跟自己说再见 才有办法跟对方好好的说再见 那我从他们两位的分享的故事里面 我觉得说其实人生很多再见 说完那一句之后 是这一生再也不见 那我们可能就送走了一段 我们怀然大悟终于觉得不适合的感情 可是其实有机会在这一段经验之后 就更看清楚自己 所以你会遇见一个更懂你自己需要什么的自己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珍贵的再见 好我们今天谢谢现场所有来宾的分享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好棒 都好有勇气 对 有时候觉得说再见很感想 事实上说完再见之后 你会发现惊喜之旅马上开始展开了 真的 放生才可以重生 对 对 真的 真的 棒了身材 可以 可以 对 对 好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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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